清明扫墓节就快要到了 不过原住民的文化当中 比较没有扫墓的文化 在清水部落 伊斯利段家族一行十多人 今年再度要沿着巴通关古道 登中央山脉回到大芬 除了祭拜祖林 主要也要告诉世人以及现在的政府 中央山脉和大芬 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 出发前部落长辈特别 为前往中央山脉大芬祖居地的族人举行 祈福一事 祈求祖林保佑平安抵达规返 清水部落伊斯利段家族一行十多人 今年再度要沿着巴通关古道 登中央山脉回到大芬 去年初的时候我爸爸走了 老人家 一直没有回去 因为家里的老人家都没有人 我想我们这边这一带一定要有人上去 弟弟本来这次要上去 因为有其他的人都没有上去 所以这次上去 基本上心情是蛮激动的 很复杂的心情 可是也很兴奋 可以回到就是爸爸跟阿公出生的地方 大芬是布农族的祖居地 因为日至时期的礼藩政策 造成布农族人被迫迁下山 面临土地流失以及文化的乱层 也因此爆发布农族抗热的大芬事件 因此伊斯利段家族再度回到大芬 就是希望告诉后代子孙 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两个地方 之前我们前五年都没有找到 潘家跟蔡家的植植地 祖先地 所以这次我们有开群 我家公园的许三岩 来陪我们寻找蔡家跟蔡家的植植地 那我希望这次的 新的是九天 所以说新的会拉长一点 让我们真的还得找到 自己的植植地这样子 卓西乡伊斯利段家族计划 年年回到祖居地 除了祭拜祖林 主要也是要告诉世人 以及现在的政府 中央山脉以及大芬 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 采访报道